早晨,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故 今早我们有独立股评仁唐牛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好,唐牛,今个星期大市有什么焦点? 大市焦点也是在看集拜会 看看两位元首见面之下 市场有没有炒作气氛出来? 是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在96133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说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的,纳指升2% 市场消化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银派言论 美国债息回软,美股做好的 道指高开128点后 最多升418点,收市升391点 收报34283点,升幅1.2% 标指升1.6% 收报4415点 纳指升276点 收报13798点,升幅2%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反弹0.5% 欧洲股市向下 英国和法国股市都跌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普遍向上 Meta,苹果,Tesla和Amazon都升过2% Google升1% NVIDIA开发出三款 针对中国市场的最新改良版芯片 股价升近3% 2月托证券形式买卖的方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京东,网易和阿里都比本港高超过1% 京东ADL,从上100元楼上 折合100.5.8 阿里巴巴的ADL,从上80元楼上 折合80.7.8 ADL,折合57.84 比亚迪折合241.46 两只股份都比本港上日收市为高 看看泰区方面 逆近平均指数 早段升过200点 最新报32,777点 首义综合指数微升4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跌12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 最新跌48点 报11,092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升91点 最新报17,200点左右 稍后对原盘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好,先和唐牛谈谈外围的情况 中美元首会晤正式烤定 11月15日在三藩市登场 我们稍后谈谈港股的时候 详细谈集会 现在讲讲上星期美股的焦点 有两个焦点 第一就是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上星期是美国时间星期三 那时就表示 如果时机合适 将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收紧政策 对于现在的紧缩程度 是否足以令到通胀能够回落到2% 那他就说还要去观察 另外就是评级机的目的 将美国政府的评级展望 由稳定调到负面 并且确认长期发行人 和高级无抵押评级是AAA的 主要因素就是说到 美国的财政实力下行风险 现在正在增加 以及不能够被主权国家的 独特的信用优势所抵消 就是将它的评级下调 美国上星期的股市是下跌 星期四的时候 但星期五是反弹的 就被市场形容为 就是无视鲍威尔的樱派言论 以及最新调整了美国的评级展望 你觉得这个下调的展望 可能是上个星期五升完之后 有点调整 所以变得你说 关于这个评级机构 就是再有评级机构 再下调一些展望 我觉得真的有点少 就是那个力度已经没了 因为你不是第一间 而且不是第一间之余 还要是之前有评级机构 有行家调低过 那市市是跌过 然后又升回上来 大家就不怕 就是跌完就升 反而大家怕你跌得少 快点给我买吧 所以我又真的不太关心 就是你说再有评级机构 再下调那个评级展望 那样东西 那你说鲍威尔的 就是那个放映 不要太多话说 那市市升得好好的 说这么多话干什么 真是很生气 Anyway 美股的好处是什么 我重新回来一次 港股你都不怕美股怕什么 美股就升回上来 很多股票 喂 苹果一百八十几 NVIDIA 又差不多四百了 抱歉五百了 差不多五百了 大哥 Microsoft新高 那你害怕什么 就是我不明白有什么好害怕 OK 所以你说鲍威尔是 那他说什么 就是害怕通常人救 好像说到在七情上面 我听说 我不是很清楚 我看翻译 哇 鲍威尔说到很糟糕 不知道怎么办 按不到2% 所以就跌一跌 就应酬一下 然后星期五又升回 就是 最糟糕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糟糕 你玩港股 我假设你跌一天 跌一瓶金的 通常每天反弹 我这样说 那个仓位 你第一天跌那天 输十万元 通常每天 我赢回两万元 你也是输百万 是 美股不是的 你星期四跌完 星期五 反赢都可以 我星期五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真的到赢 可以盖回星期四那种舒服 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 有点偏向美股一边 是有原因的 但anyway 我们这些风险管理 记住 现在你说玩美股的 都是因为 你之前有利润在手 那你就继续拌下去 但是你说害怕的 高威很害怕 那你就做一下淡仓 对冲一下 但是我真的不太建议 你去沽美股 你没有美股 你就有它 你不相信就不要相信 但是你不要再沽它 就是沽它 结果就会这样 转头又夹回来 所以我觉得 我维持原判 港股都不害怕 美股我真的不会害怕 是 你觉得未来的强势 是会持续的 很难不持续 是 大家都会怕 哎呀 你又 美金又爆炸 大事了 我自己很中善地想 现在有哪个股票市场 是赢到钱的 就是港股有的困难一点 A股有的困难一点 是 美股真的容易 是 所以钱就是一个很聪明的 是 你要找地方去赢钱 是 是 那现在摆到明 美股很容易赢到 是 所以那些钱就全部拍过去 是 它不会那么容易割你狗菜 割狗菜 是 我输的 我就坐了 我坐它上来 所以你的股額一定是小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济理论 是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不变之下 那我就继续去 就是 尽量 就是会多投放在美股上 是的 是的 好 回应先 第一就是你 感受到你的怨气 不是怨气 不是怨气 是的 比如港股做得不好 但是譬如说 美股之外 譬如日股 印度股份 今年以来都做得不错 不过说回就是 现在你的方向也是这么明确 你现在自己的仓位 是美股放多少% 港股又放多少% 其实美股现在已经多了 其实之前 港股我也有很多的 是 因为我一直都是坐着很多股票 是 那我以前可能 美股和港股 我想大概三比一 就是港股是多一点的 我真的 现在我想差不多一半一半 是 其实为什么 你说到美股那么厉害 你持有那么少 我买不到 是 那你真的要 近来有些 曾经有一下 炸掉NVIDIA 头肩顶 炸到400元以下 那你就有买 是 那你转头就升两成 你三字头真的买了 我有挥到的 我393有买的 你很厉害 是 那当然我400元 我走了 那一转我短炒 是 是 TESSA我也有买的 200元以下我也有买的 是 那你那些挥就买到 所以一直都买不到 是 而且靠 它自己股价的增长 让我的仓位会更大一点 那这样 那所以 是的 你看这个款 我真的觉得 虽然说看好 但是不需要急着抢 有朋友马上问 NVIDIA现在买不买 是 大哥 400元以下你又不买 是 480元你又问买不买 是 那就是没有信念 是 没有信念就不用买了 是 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 你跌下来就敢试 是 慢慢去 就是我会觉得你跌下来去试 你容易些赢到钱去累积你的信心 在美股上 是 是 你继不了信心 是 我想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是 但是NVIDIA也很矛盾 因为它由400元不够 去到现在480元 其实是半个月 是的 所以你想追 又追不到 但不追 又看着别人有钱赚 还要是一只 过万亿美金市值的公司 可以这样弹量成 不是一件简单的 就是我都真的完全超 你身 我自己弹量上来 我也有减的 我低位有买 我当然减了 我减了减了不对 是 是 这个就是美股有趣的地方 是 好 直白一点 我帮自己问 我真的没有NVIDIA 我很想买 你觉得应该等到什么位置 你先等业绩 不如去月底的业绩 是 大家去等 股票月底大爆炸 死了 到时才算 是 我就觉得现在 因为这些话 是 升上来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炒定业绩 是 同意 同意 是 而且新闻很鬼 是 之前头肩顶穿顶线 那天正正就是说 他连中国单都没有了 是 那天就炸下去了 转头又说有中国单 是 又突破了 就是 我觉得不要在好消息里 硬追 是 那你就给一些耐性 它又不是不让你下跌的 是 鸭威尔说两句 你害怕的那一刻 你再买就行了 是 一下 是 好 我错过了 我耐心等多 不要紧 一定有机会 是吗 好 我打开一个港股图给大家 看看 我们先讲讲上星期五 恒指的走势 港股向下 恒指跌超过300点 科指跌幅是超过3% 当日恒指低开160点 就跌幅扩大 最多跌333点 并且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收报17203点 国指跌129点 收报5900点 跌幅2.1% 科指跌131点 去到3892点 跌幅3.3% 大使全日成交了750亿 北水连续两天 录得淨流入 金额43亿3千万 不好意思 继续以买入ETF为主 盈富基金录得最多 北水淨流入 金额13亿8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6亿8千万 中芯和华雄半导体 第三季的业绩大跌 拖累股价 大分别有超过3亿北水淨流入 看看淨流出方面 小米有4亿7千万 美团和小行汽车 都有超过1亿元的北水淨流出 好我们看看港股的情况 大使 接下来就是 好 应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在星期二至五 去到三藩市 举行中美元首会议 同时应邀出席 APEC第三十次的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上星期 其实美国财长耶伦一年两天 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 智力在保持两国经济上 有健康的合作关系 并且为这个星期 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 以及耶伦计划 明年会访问中国 见到指数上 上星期恒指跌了460点 跌穿了50天线 10天线和20天线 你认为败会对后市 有没有一个刺激作用 你认为 上个星期 一下就夹到上去 18000点 那一下就是 是夹到楼上的 是 上到去的 而且站稳50天线 那时候就是大家在憧憬 习拜会应该可以 起码气氛可以先 接着就炸你四棍下来 有时港股就是这么惨 我的操作就是 那天冲到上去 我自己都减了淡仓 我都走在指数淡仓 是 所以我觉得 哎呀 你下个星期来了 他真的有权夹夹夹夹 就算不在 都放着这位 是 谁知道他真的全部 想起来 四天是原地踏步 是 是 那你说港股就是 就是 为何这么多人 这么多怨气 是 是 来回来 这一刻 那你就又衝景了 是 你看看见面的时候 会不会彈上去 但是问题就是 你衝景那一刻 你之前就衝景 一万八千 怎么站稳 我们看一万八千二 看一百天线 一万八千九 两万 sorry 一万九 那你现在衝景 我们就衝景上回一万八 我想这个就是 现在一个港股的玩法 是 是继续有衝景的 但是衝景原来都是 那些位置上上下下 那变得操作的重要性 那我自己 是啊 是 很惨的 但是 幸好就是 我这一转炒 衝上来的时候 曾经有一两天 那些二线的科技股 是炒得OK的